记者政委其台北报道,交通部民用航空区今年预计招考18名飞航管制员,录取后经过训练,月薪可达7万元,加上年终考机奖金,年薪可破百万,连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硕士念到博士班一半的陈彦君都回台参加民航特考当起飞航管制员。 拥有双硕士学历的陈彦君,三年前通过民航特考与训练,顺利成为民航局飞航管制员。 陈彦君说,管制员不是一个容易的考试,但录取率比其他公务单位高许多,除了因为知道这个考试人较少,许多人觉得要经过笔试,英文单独面试,体检,心理测验,手检协调测验,团体英语面试, 最后再经过11个月训练,且不一定能晚训,认为投资报酬率较低,不愿意来报考。 飞航管制员工作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竟然让念到社会学博士的陈彦君放弃走学术圈工作。 陈彦君说,因为自己一直以来念书都相当顺利,没有特别思考过未来人生工作要做什么,但越念就越觉得自己兴趣不在那边,加上自己是个飞机迷,每次出国都会提早到机场。 花一点时间看看外面的飞机就决定要转行。 陈彦君说,刚转行要考管制员时确实有种破釜沉舟的心情,不过决定投入考试之后,就知道这份工作会是自己准备做30年的工作。 现在想想,觉得自己运气相当的好,可以一次就考上想要的工作,做得也很开心,父母也很开明,对于学位置用也没有特别反对。 不过,在接受需一心多用的管制员工作训练时,也让以往在学术圈做事都要求专心的陈彦君碰到挫折。 他说,管制员除了要跟机师沟通,同时还会有许多地面车辆在呼叫。 听完之后,就要马上决定先回复机师,还是车辆事情比较紧急。 回复讯息时,旁边席位的人也会一直跟你协调事情。 他才都导入接到紧急情况,也要马上反映到工作上。 这些都跟学术训练背道而驰。 管制员是每趟飞机顺利飞航不可或缺的角色。 飞机从飞航前的准备,起飞,巡航,降落,不论是飞,机隔离是否足够,飞机起降时跑道是否进空,落地后要走哪条路等,诸多细节都需要管制员的协助。 民航局目前有300多名管制员,分别在全台各处机场塔台,进场台与驱管中心。 民航局飞航服务总台副总台长蔡宗颖说, 冠制员工作挑战性高,待遇也优于一般公务员,只要民航特考及格录取。 受训期间,每月薪资4万5千元,相当于一般高考及格的公务员, 通过非雷达训练后上线之勤,月薪可达6万6千元,再通过雷达训练,月薪可达7万元, 今年民航特考于5月29日至6月7日受理报名,9月8日至10日考试。